我要挑戰飄游 在我身後那麼強勁的水力 就知道一定是很刺激 在我腿裡沒理由 沒得到我 不過說到泥灰雞 我真的急不及待想試了 沒吃之前之前都很香 雞雞很濃味 Hello 黃牛 黃牛以前是耕田的 現在沒有田間了 他轉行吧 自我斟食做拉車仔 跟外面的人爭生意 這就是潮遊珠三的主持人 我當然要激退考驗 不是怎樣帶好東西給你 所以我決定接受這個海陸大挑戰 去啦 第一個挑戰就是這裡 這麼多橡皮艇 究竟玩什麼呢 這一站我要挑戰飄游 看看我身後那麼強勁的水力 就知道一定是很刺激 這裡就是中山最長的飄游河 你有沒有膽量來試試呢 這麼刺激我也要換衣服出發 一切準備就水 我就要馬上下水了 你當然會問 為什麼不見我呢 當然是 我拿著鏡頭 哇 你看看 這條水流多加 這隻船的速度就越來越快了 哇 好像有點反艇 不過你不知道 這條飄游河 足足有兩公里那麼長 中間有不少暗湧位 而且還有不少陷阱 哇 哇 差點又撞到石頭 不要以為 夠膽就可以玩 其實體力上也要有這麼多 要不然又怎麼抵擋得住這麼強勁的水流 終於到這個目的地了 剛才真的很驚險 後面那些浪不斷打過來 幸好我的船沒有回 後面那艘就被擊中了 翻了艇 所以他們全身濕透了 而我就很乾爽 但是你看看 這件是最新潮款的防水衣 所以一點都沒有濕 啊 玩到肚肚的我呢 先去吃個飯 我現在還沒玩 哇 這樣都被你記得 真是好記性 還打算玩完 算數不告訴你 不繼續去 算了 玩完這個水上挑戰 繼續去這個陸上挑戰 跟著來看 喂 來到這個水陸挑戰第二關 你猜我會做什麼 我會滑草 但我會上去那個 看到很遠很遠很遠 過了山上 在那裡 影子灑灑地滑下來 不過首先第一人挑戰 我就要怎樣 給點體力 這樣爬上去 我不說了 拜拜 有點高山症 好厲害 好厲害 已經有挑戰者下來了 我要快過它 哇 這裡的風真是很爽 我現在是這個中土站 看著我 待會要爬上去 進攻的山 你看 那個山口 多宏偉 沒有樹的 不過呢 上去之前 我先介紹我待會要用的裝備 有這兩枝 爬山棍 還有這雙鞋 夠散硬 機械人變身也穿 很厲害的護膝 保護著腳 哇 這個很厲害的坦克利帶 你看 多厲害 好 讓我變身換衣服 換裝備 只要把這雙鞋 都用了15分鐘的時間 用這雙裝備 是不是特別有型呢 我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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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在這裡 用這個很有型的姿勢 在這裡滑下去 還有 我要打破這裡 不知道幾秒多的紀錄 我應該可以 好 我已經很努力地插進去 不知為何每個人都快廣廣 可以 我有踏在這裡 沒有這裡 我沒有踏在這裡 是今晚的 啊 這邊的草皮不對路 都在我頭上才 沒有理由 過得到我 如果我可以帶這雙鞋 去我家附近的哥爾夫球場 我一定是世界第一 原來你是一個失敗者 當然不是 他們超過了 這裡其實是一個終點 哎呀 真的 Oh I am the winner 挑戰完這麼驚險刺激的飄流 再在這個這麼陡斜的山坡上 滑草滑下來 嘩 我簡直是卓越中的卓越 Best on the best 好嗎 好嗎 當然是玩什麼 好嗎 什麼 玩一次 不如你去玩吧 你去玩好不好 你去啊 好啊 外面又這麼熱 咦 我發現了一輛雙層巴士 上去聊一下 哇 這個巴士的位置 好像火車的餐家這麼大張 好 歡迎光臨 這個是我們的第三牌 先看看 為什麼會有人第三牌給我 哦 挺有趣的 原來這家騙了我 不是巴士 是一間吃Pizza的餐廳 上坐車 不過上坐車都不要緊 因為又有好東西吃要介紹給大家 這家巴士型的Pizza餐廳 是由真巴士改裝而成的 它又位於石旗大順一路 除了外形非常獨特之外 這裡的Pizza都非常值得吃 一個Pizza加一杯可樂 都是二十元炸 還吃到你飽一飽 真是適合我們的年輕人 原來坐在巴士上 吃Pizza都挺過癮的 Pizza都挺好吃的 小小的看起來挺有趣的 不過呢 如果乘巴士 懂得動的就好 那我們坐著這麼大的位置 一路走一路看風景 一路吃Pizza 去享受吧 吃東西除了吃味道之外的環境都很重要 所以我趁現在黃昏的時候 帶大家來這個這麼有香川風味的地方 嘗嘗這裡最出名的泥灰雞 這些就是泥灰雞的主要材料 泥了 不過先用碳去燒紅它 之後把雞放在下面 再跟著喝一聲 把熱辣辣的泥蓋著雞 等二十分鐘就有得吃了 這間餐廳裡面很多地方 都是用粥和茅草搭成的 真是好有香川風味 嘩 這裡有多少自家菜 你看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麼像蜜瓜 其實是小南瓜來的 正當我選這個小南瓜之際 很美味的泥灰雞要出生了 嘩 這裡的環境都挺龍家的 你看看後面 有個木槍配襯著 不過說到泥灰雞 我真的急不及待想試了 嘩 你看有些 未吃之前已經聞到很香了 嘩 很濃味 很入味 而且聞著這個散發的香味 這位在這道 sılu部排牛肉 牠來吃呢 她便吃的 組在這道沒有其他地方 browsight 把這道四部分外側的那個 現在inelğe appreciative 是 puesto生活aland 我記得やって吃不舒服 馬膠魚 這個好吃 這個馬膠魚非常有咬勁 而且加上泥灰 魚不會太熟 保持它會很嫩滑 這樣煮法真的入味 吃完雞和魚 當然要嘗試龍家菜 豉汁蒸豬味